禅宗祖师大德 吃一饮学生 学生开悟了 进行 老师问 心像什么样子 说给我听听 指给我看看 学生随便念一发 老师心里明白了 点点头 这就通过了 真进行了 没有进行的人 也学着笔划笔划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古来祖师 这些方法 都被后人利用了 变成什么 变成舞台表演了 都不是真的了 慧能大使 他是做了报告 二十个字 说出来了 我们看禅宗的一路 老师问 学生 道一句来 他刚刚想开口说 老师下去之后 一有十个巴掌 把他左右捂住 他会真离开悟了 他就差那一点 真开悟了 磕头看看 为什么 言语道端 心形出灭 你怎么能说得出来 开口变错 动念皆怪 你还动念头 你还开口 口跟他堵塞到 这明白了 手段 鼓鼓手段不一样 没有一定的方法了 全是活活活活的 应人而已 当然想要大使 掺学 在各道场 看到这个道场 老和尚 功夫不错 就差那么一点 他要帮助他 怎么帮助呢 拉到佛金来烧 在烧佛金 这还得了啊 马上有人报告 这个老和尚 老和尚 你烧这个干什么 我烧水利 这金本死 死东西 哪里会有水利 没水利 再拉几本来烧 老和尚在这一句话上 看我了 他烧金书 又没罪过 他没罪过 是帮助那个人开悟的 他用这个方法 就能读他 一句话了 惊醒了 这个都是 禅宗里 就许许多数 非常手段 那你自己 那你自己不是高人 你做不出来 那我们就烧金 都要被地狱 他烧金成佛了 这中文里头 这张骨很多 那个东西修得 我还没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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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罪过